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合格的小巫师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款玫瑰唇露提炼视频 这个就是你们看到的装置了 首先玫瑰化的唇露对我们人体的好处有 皮肤瘦脸,保湿滋润,除皱纹的效果 自律神经系统平衡,还有消除焦虑的作用 有百花之后的玫瑰,它的精油是非常满的 所以我们用它的唇露来代替疗养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精油跟唇露它们二者之间的效果 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我们一般在市面上买的精油还是唇露 它很有可能都是经过人工合成的 或者里面添加了其他的杂质 为了确保它完全的唇震 所以我们今天就自己手动制作一些玫瑰花的唇露使用 除此之外呢 你们肯定不知道玫瑰花在魔法方面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呢,是我买的一本关于魔法类的书 所以我也研究了一下 他们说玫瑰花是疗愈心灵的神圣花朵 就是说传说在耶稣基督诞辰盛开 当梦想破灭或者是尝到挫折与失败的滋味时 看着玫瑰花会感受到无忧无虑 所以玫瑰花在魔法药的运用当中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能够除魔祈愿 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唇露提炼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 这个是我买的玫瑰花了 我们上次也说过要做一些唇露提炼 今天我们就来做 好,我们现在拿一些把它放入这个容器当中 因为我们这个设施小 所以我们一次蒸馏不了太多 可惜我这个设备太小了 不然我一下子把这一大包倒进去 肯定能够提炼不少出来唇露 肯定也能提炼出来一点点的精油 好了,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清水从这个上面倒进去 好了,现在我们还不能把露子打开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冷凝管 我们要把这个橡胶圈给它套上去 这边是让它有冷却的效果 套上去之后它这个水就会从这边进入这个冷凝管里面冷却 因为里面的热蒸气温度很高 它不停的流 冷水迟早也会让它给变成热水 所以上面这边我们就是冷水不停的排出 让它循环的流动 然后我们怎么做呢 这一步我们要利用水流的红吸现象 把这个管子,橡胶管啊 用这个针管给它从里面吸起来 然后给它夹在这个玻璃瓶上面 你们看它也非常快的速度就进入了 这边的水流它就不停的流出来循环 好了,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电磁炉给它打开 调到最高档 然后把这个带有温度计的盖子给它盖上 一般提炼的时候它就是保持在100摄氏度 不会再往上涨 好了,现在炉子才刚打开 我们要等它稍微上升一点温度才可以看到效果 你们看现在这个水珠就是不停的往下滴 这样的速度就很好 我们一般这么大的水杯要很久才能滴嘛 我们也不需要一直去给它更换水 然后加热之后它蒸气它就会上去 等温度计到了100度的时候 它那个唇炉就会开始往外流了 这边我们用这个小杯子给它接着就可以 当然我们所有使用过的杯子 都要用酒的酒精消过毒之后才能够使用 好了,经过大概半个小时的加热 我们的温度现在已经达到100摄氏度了 现在你们看这边炉怎么已经冒泡 已经沸腾了 这个是温度计 里面这个唇炉经过这个冷凝管 就掉到这个收集瓶里面去了 这个就是蒸馏出来的唇炉了 一股玫瑰化的香气 其实这个唇炉按理说是除色的 是透明的,跟水一样 为什么我这个偏黄呢 主要是因为刚才水沸腾的时候 可能从这个管子里面流进来一点点 不过这个没有任何的影响 好了,今天我是打算用这个玫瑰提炼出来的唇炉 给我们做一款净化空气 或者说是清新空气的喷雾 好了,现在我们有这个30毫升的唇炉 就完全够用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继续提炼了 把这个火给它关掉 关掉之后我们还要等好久 让它自动的冷却 现在手可不能碰这个 这个温度特别的高 你们仔细看这边 这边就没有水冷 它就有蒸气 这温度都很高 到这边就没有了 因为它水不停的冷却 就你手摸这边的话 温度还稍微有点烫 好了,我回来了 我们用了大半天的时间 终于把玫瑰唇露给提炼出来了 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这次还不是特别成功 里面呢不仅是浅黄色的 而且还有一些浑浊 这个都是因为我们提炼的过程中 发生的错误 不过呢还是可以用 然后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 这种喷雾的罐子 然后还要有酒精 酒精肯定是要有的 我们用这个吸管 然后吸一些这个玫瑰唇露 不需要太多 好了,玫瑰唇露我们洗好了 你们还记得吗 上次我给 我给做了一个这个 淮花的唇露 就是这个 我们一直保留着没有用 这次我们也可以一起加进来 嗯,香得很 好,我们给它吸一罐 这个弄好之后呢 我们就拿一些 酒精灯里面的酒精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 用这个吸管给它吸一些 酒精我们可不能放的太多了 它主要就是起到一个 喷出去之后 有挥发的作用 然后紧接着我们还要用这个清水 用清水给它吸湿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拧紧 给它摇一下 摇均匀 其实一般做了这个之后 我们每次喷雾之前都可以摇一下 让它均匀了之后再喷出 好了我们试着喷一下 看效果怎么样 看能不能闻到香味 就是喷了之后 我感觉一股槐花 还有玫瑰的香味 尤其是槐花香味最重了 好了 今天这个玫瑰纯露提炼 就做完了 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空气净化的喷雾 夏天用的时候最好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 给我点 请不吝点赞